Light Game 也就是海水微物这种钓法 只要是小型对食性鱼种都是对象鱼 在路雅的选用上卵虫是最万用的 不分时间地点都可以很好的运用 形状更是五花八门 要怎么选用卵虫的类型是非常大的学问 这集要以最简单的方式来介绍玩Light Game 时卵虫的形状分类 先从简单的开始说起 1. 卵虫尺寸 Light Game 比较常钓道的体型大部分都是20公分左右 所以卵虫尺寸选用2寸为主 1寸到3寸为基准 以便现场状况上下调整 2. 卵硬度 卵虫会因为使用的素材和调配比例的不同 会有不同的卵硬度 依状况挑选不同的卵硬度 在钓果上都会有所影响 下面我会列出个别的优缺点 2. 柔软的卵虫 泳汁摆动比较自然 比较不容易被鱼看穿 在鱼活性滴时容易吸入口中 3. 硬挺的卵虫 比较有抗水足的关系 能震出较强的水波 存在感更强 很适合在鱼多的场合使用 更容易以操干的方式 操作出各种泳汁 3. 卵虫的种类、形状 这是最复杂的地方 厂商研发的种类实在太多种了 简化来说要先拆成身体、尾部的两大部分来说明 身体有环状、光滑、间隙、多角 尾部有直尾、真尾、提尾、卷尾、叶尾、抓心 我一一介绍这几种的特性 先从尾部说起 直尾、真尾 这我归类在同一组说明 外形非常的单纯且自然 就像一只小鱼苗 顺收时的泳汁不会有太大的动作 顶多就是会有一些微波动 所以不容易被鱼看穿 不管落下、顺收和抖动 都有不错的诱鱼效果 跟其他形状比起来相对泳汁是最不抢眼的 但在留小的时候 尤其在港内小范围搜索时很好用 梯尾 梯尾收到水足就会有左右晃动 对鱼来说不管从视觉上 还是侧线感受到的水泼 都是非常强烈的 很容易受到注意 依尾部的大小 摆动的幅度也会有所不同 越小片的尾部摆动幅度越小 相反的 越大片的尾部 摆动的幅度越大越明显 很适合大范围搜索 在鱼活性高时很有效率 卷尾 外观特征就是扁扁的卷起来 长短和粗细的不同组合 用脂表现上就会有所差异 在表现力介于直尾和梯尾的中间 各项能力值都在中间的感觉 不知道该用什么的时候 就可以用卷尾来试试看 叶尾 外观就像是叶子薄薄的一片 因为水煮大而比较容易吸入口中 还有柔和的坡洞 最特别的地方就是有两种勾法可以活用 叶面勾横的可以增加水煮 減缓飘弱的速度 反之勾直的就可以有较快的落下速度 最后一个是爪形 主要针对根鱼和黑雕这类 比较爱吃甲壳类的鱼种 外观很明显就是模拟虾瀉 以底层搜索为主 这种比较微型的爪形味 就比较偏向模拟浮游生物 很适合在全涌层慢慢飘落 刚才一直有提到波动 这边补充说明一下 波动简单来说就是 卵虫在水中游动时所产生的水波、水流的意思 会因为卵虫的形状构造不同 产生的水波就会有强弱和频率上的不同 接下来换说明身体的部分 环状 这一圈一圈的凹槽可以有效抓住水流 除了可以让微弱的水流变化传达到手中 还可以减缓落下速度 更容易保持涌成 并且让鱼更好吸入口中 光滑 没有任何凹凸面 不会有太大的水阻 受到水流时会产生落波动 甚至是不会有波动 当鱼活性低时 这是很好的选择 间隙 这种形状很容易用抽干的方式 操作出左右弹跳的泳汁 很好功率像刮刮那种动态势力很强 而且喜欢追逐逃窜耳鱼的鱼种 多角 外观就像是甲克类的角 每只角会增加水阻 也会有波动鱼 大部分多角的身体都会和爪形为组合 肿类形状特性讲完了 当然卵虫的肿类不只有这些 尾部和身体的不同组合 就会有不同的特性 依自己的需求去寻找喜害的卵虫 也是玩路牙的乐趣之一 刚才所说明的都是市面上比较常见 使用在Lightgame的卵虫款式 也是我自己比较常用的 下次会再介绍跟卵虫耳 最密不可分的牵头钩 会针对牵头钩的头型和钩型来说明 那我们下次见咯 Bye